有意思 接下來是金獎正榮要來囉 不管是導演啊 演員啊全都是金獎等級 首先歡迎的是這個王登玉導演 來自紅尾巴的劇組 同時邀請到聲音演出金馬得主陳竹生 金馬得主劉環婷 以及UNIQ政府員執行長一同上台 是是是 好在冠婷旁邊 來金馬導演金魚導演王導演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創作 是首次挑戰VR感受如何 很緊張 多緊張慢慢說 非常緊張 因為這次等於是我一個剛入門的作品 那 我完全謝謝就是熊瑩 這次對我們的投資 然後還有公共電視 然後還有UNIQ 土哥這邊 因為 這個跟以往的經驗不一樣 就是說 等於是從頭開始學習這個 VR的敘述方式 跟這個各種技術 是 很緊張耶 怎麼講這個的時候也要那麼緊張嗎 現在又不是在創作 可以慢慢說 威威到來沒事的 那這個故事 他其實是透過一個 就大家成長過程當中 一個 14歲的年紀的小男孩 那14歲就是一個登大廊的過程 然後他 他當中遇到他的一個挫折 他的 他的憂愁 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遭受的一些過不去的地方 但 嗯 我們透過 一段一段的旅程 然後 是 把這些 這些他的 的挫折的 等等的 變成一個很魔幻的旅程 嗯 然後 那這次我們因為公開的 目前還是上級而已 然後接下來 後段就是 呃 明天 拭目以待 對拭目以待 好我幫你接話了 哈哈 不然我肯定要想五秒鐘 拭目以待這個成語 那特別是要感謝那個 冠廷啊 提升 然後還有那個 很難請中他們 金獎等級 附金的 這是 很貴的關係 很貴 很貴 那個比較貴 高貴不貴 哈哈 我真的很謝謝他們 就是在 幫我們這個 呃 真的是 在在配音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敬業 然後 一段 不不斷在嘗試 而且他們是 中英版本 同時進行 你說 同時講中文跟英文的配音 都是他們 對我們有兩個版本 哇太棒了 那馬上就請他們用英文來受訪好不好 來那個 陳竹生 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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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nglish thank you 喔 thank you 這我會 英文的台詞早就忘記了 你知道那個錄英文的時候 哇真的是 我那時候問導演說 你 你有英文我知道啦 因為我們要走向國際啊 不過你應該會在台語的 我比較簡單啊 我真的很難 不過冠廷的英文的量給我還多 哇比較厲害 來講一下講一下 冠廷 這一次也是很多英文大量的孩子嗎 分享一下心情 就 就要練習啊 特別練習一下 就花時間 對 花多一點時間練習 那個英文 但是還好 因為他都有幫你翻譯出來 所以你只要 會那個自然發音法 所以就可以把它練完 一兩句有沒有辦法 in English what do you do in English yes try again 他要說裡面那個 ok 那個什麼 我想要 anything you can do it 有玩的什麼台詞 什麼 3 2 1 3 2 1 他會說一兩句 我忘記 裡面有什麼 台詞我也忘記 好 那你就說個thank you so much ok thank you everybody 好 感謝一下啦 很可愛啦 劉冠傑 謝謝 工作人員 很多是你的粉絲 迷地迷妹的耶 來啦 先講一下竹神哥 你這一次配這個尼巴 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配的是裡面的一個 叫紳士的角色 那我那時候配的時候 因為他是中間 在小南海的旅程當中 中間跑出來一個角色 我就問導演說 那這個前面後面好像 我應該怎麼演繹這個角色 然後他就說 他類似一個比較 康觀或者是智責的角色 我說那我就變上帝的感覺 他說沒有 後來我們看了整個故事之後 我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說在那個成長的道路上 有些時候 旁邊的人 他是比較客觀的在看待你 經歷過的一切 他可能以前也經歷看過 跟你同樣的遭遇的人 於是他有意無意說出了 你可能有機種選擇吧 然後動給這個主角後面去思考這樣子 我比較是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不過因為是VR跟他們講 就是說因為他跟之前的動畫不一樣 他是整個像 我覺得他比那個劇場更沉浸式的 在那個故事裡面 所以在配音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想要跟導演討論 那個聲音表情的問題 我相信因為演員都會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那個裡面 可是我們是在這個故事裡面 然後那麼近 然後觀眾其實不是只有這個面向 他這樣隨便看360度 都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那個聲音表情該怎麼去做到 讓觀眾不管轉到哪裡 都覺得是在這個故事的場景裡頭 不過聲音表情對竹笙跟奶昇 應該是 piece of cake 你小塊蛋糕你是專業的聲音的指導老師 而且去年金馬五夕也是入圍影片的配音 對對對 有什麼訣竅可以傳授給大家 讓他配得好 配得妙配得呱呱叫 傳授不敢當 我覺得配音這是我自己的分享 就是說可能 有角色沒角色 Announce而不是 這個可能有一個態度為先 然後可能 否這個你要工作的片子 劇本 可能有一個先找一個共鳴的地方 也許比較好 進入這個角色 這樣在配音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好好看作品來感受一下 那我們來問一下冠婷 我覺得經了幾段你的旁白 跟你平常說話的聲音不太一樣 有特別導致你的聲線嗎冠婷 嗯 就剛剛接著竹琳哥講的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沉浸在裡面的 所以好像你的講話不用有一個很遠的投射 你可以是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講話 就是 所以就是可以跟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迷幻是 因為你現在看 他是一個 那種 手作感很強的這種 影片嘛 然後 他是有點3D 可是又是平面 可是當你戴上那個裝飾之後 你是整個人 就待在那個世界裡 那是非常 我覺得是對我來說是很震撼的事情 哦 對 然後 可能這個故事吧 他講的又是一個小男孩的成長的一個夢 我覺得這個東西大家應該都會 有經歷過 那這個是要保密的 不能拒脫才是熟 對 然後就是很有感觸這樣 所以在聲音上就是可以 比較主觀的方式 然後 有點是在對自己說 然後剛好被別人聽到 我覺得是這樣子 是 感覺這個聲音更加的迷人 不然你有用心琢磨 導演你是不是想要透過紅尾巴 帶大家進入夢境的世界裡頭 那我問一下這兩位男演員 沒有 我來問一下這兩位男演員 你們平常是愛做夢的男人嗎 小時候當然就常常也會 天網行空啊 長大這個 你知道現實 現實 摧殘已久 就比較不要 做不了夢 什麼摧殘啊 沒有啊 人越長大那個寫實生活越多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想像力會比較活絡 沒有什麼樣像深刻的夢境嗎 有啊 因為剛好是動畫 我小時候真的是 有一個夢 類似像動畫會重複一直這樣子 做夢的 然後就有一點像動畫 然後那個瓦雞的畫風 有一點像日本服飾會 那種顏色的 跟線條的 很飽和的 然後有個船 上面有個小男孩 然後呢 他要滑到一個早上 那上面有人說救命 然後那個小船那個還有海浪 海浪就很像那個服飾會的 畫的那種感覺 明明中感覺跟這個片子有結合的感覺 呼應感覺 然後我小時候做那個夢 只要醒來就是 原來在哭 然後就覺得那所以是惡夢嗎 因為感覺很緊急啊 然後就很急 然後急哭了 就醒來了 好奇怪 很厲害的感覺喔 這個是我很 很記憶深刻的小時候 這個夢常做的 好那我問一下冠婷呢 有常做夢嗎 有啊 就是小時候做夢都會 比較 對未來有期待 然後長大做夢就會比較 憂愁這樣 比較淒涼 比較多白追蹤 對 限制感會比較重 對 他有沒有夢到三天後 會不會拿金鐘獎這件事 這個也沒有啊 對 也沒有 現在就比較不做夢了 就是腳踏實地這樣 好是是 腳踏實地 小時候會做那種就是 在家裡面要睡著 然後你會夢到自己來台北 然後你醒來之後 當然你自己在房間裡 你就會很 有點失落 但你都已經美夢成真 什麼都得到了 你還想怎麼樣呢 沒有啊 就是 有沒有其他的更多的夢想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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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就是希望這個 就疫情可以 得到一個好的 那個 相處的方式 然後可以 到國外去看看 嗯 真的非常實際的一個夢想 謝謝各位 也謝謝我們的執行長 感謝您喔 感謝 謝謝各位重新回座周期 感恩 期待紅影巴 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的就是 我們